当你抽中了H1B工作签证之后 你需要提交你所有的学历、执照、Visa Screen认证 工作经验、简历等等等等 所有的资料提供给招聘方 如果你人在美国 那么你根本不需要去大使馆 你根本不需要去美国移民局 你的资料会直接通过招聘方送到美国移民局 他们会审核你如果通过了 那么你在每年的10月1号就可以上班 当然抽签是在3月底 但是你上班是在10月1号 如果你人在中国你抽中了H1B 那么招聘方同样会给你提交资料 但是你要去美国大使馆去面签 面签 如果面签通过了 恭喜你 你可以来到美国工作 这是抽签抽中了 或者是非盈利机构 它给你sponsor 它不需要抽签 那么同样的如果它给你sponsor 你人在美国 你不需要去移民局 它会提向资料给移民局审核之后 你就可以上班 它不需要等到4月1号 它可以几个月之内就可以帮你办好 如果你人在中国 同样要通过美国大使馆 面签 才能够来到美国 通过了才能够来到美国 这是你拿到了工作签 你拿到了工作签 怎么样来美国 当然如果你拿到了EB3 劳工移民的这个 你也同样需要去美国面签 如果你人在国 这个美国外面的话 你需要去面签 那么通常EB3要等好几年 现在是2023年 那么排期排到2019年 那么这些呢 是很正常的 办理移民是 耗时5年以上都是很正常的 只是你走EB3 你人就在国内 你不能够来美国 如果你工作签 你可以先来美国工作 然后边工作边办你这个移民